親愛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的許平 今天是5月2021年5月20號 那麼我今天是第三次採茴香了 這個剛剛加拿大的冬天剛剛過去 這就已經吃了三次了 我就是說這個蔬菜呢 我的一種懶人種蔬菜的方法 告訴大家 對你們喜歡種蔬菜的人非常有幫助 這個茴香是去年的 有的是去年的老根 你看它也不死 然後有的是新的 它自己去年的掉下的種子 它今年也長出來 然後它這個非常很密吧 然後等它長大一點 你就可以挑大的磅 然後大的吃完了 它又長小了 而且是不停地長 不斷地長 還有長出各種樣的蔬菜 這個是磨損 這個也是它自己去年的種子 自己掉了長的 種菜吧 不要像有些人一樣 舔翻了 然後很累的 要那個 像我這個種的 就不管它的 我也不翻地 就已經種了幾年了 都是這樣子 也不翻地 它一年一年 你就是上一點自己製的那個 那個Compous Tea 就是那個液體肥 焦一點就行了 然後它就自己不停地長出來 而且是 有的是這種蔬菜吃完了 它又長出另一種出來了 然後有的是大的吃完了 它小的又長出來了 不停地長 很好的 那個不用你翻來覆去的 這個看 多好 去年的 都是去年的 自己掉下來的種子 還有蘿蔔菜也是 蘿蔔菜那個種子也是 它自己會長出來的 你不要管它 這都是去年的 那個種子 掉在裡面自己今年長出來的 你要是自己種的話 可能還沒有生出來 因為我們加拿大冬天 剛剛過去 還有我再 給你們展示一下 我那邊的一片菜園 這個也是 這個是香菜 這個是我種的 像這個葷香 還有這個 這個樹下面種的蔥也挺好的 這個樹下面種的蔥也挺好的 長得挺旺盛的 還有看一下 這個芹菜也是去年種的 它也不會死的 你看這個田裡面我還沒有種東西 這都是去年的種子 它自己長出來的 然後這個也是 這個我就把這個空地裡面 就摘的是那個雄柿 然後等那個雄柿長大了 這個菜 你看 這都是種子 它自己長出來的種子 等那個雄柿長大的時候 那個蔬菜我就可以拔了 然後就可以拔了 炒雞蛋吃啊 燉魚吃都可以 都是自己長出來的 那個蒜苗也是 哪一天跟你們講一講種蒜苗 我也是種出來一種方法 算了我今天就講這個問題嘛 這個蒜苗就是你只種一次就行了 這種一次 然後第一年呢 你就不要拔它 不要管它 它那個種子 種子掉下來 那個頂上 那個新長的種子 你看 掉在下面 它又長出蒜苗出來了 然後你看 這長這麼大一團吧 這今年我可能就不要動它 等明年的時候 它就會長這麼大 這個你看 我這個都是挑著吃了 然後還剩了幾根 一個蒜裡面會 不要拔它 它一個蒜裡面長出來 可能會長六七根吧 一個大蒜半那麼多 一個大蒜半就可以 一個大蒜就長那麼多 長出一團來 然後你就 拔了只剩一顆兩顆的 一顆兩顆的時候 最後就只留一顆 然後又不管它 它明年又長出 那個六七根出來 不用管它 那個蒜 那個那個 也不要拔它那個新 它也 你也不要拔 明年也不要高 不要高蒜了 然後它自己又會長出來 真的 高一年 那個蒜 都挺好的 就以後都不要管它 它就會自己長出來 不停地長出來 你就也可以不停地吃 這上面我都是吃了很多了 然後 就 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這個是我種的桃樹 蘋果樹 可以開花了 還用種子 種出來了 一顆小杏子 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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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 平衡 可以 還有